第七章 杜古扎巴奸赞 经过了几世之后 在公元1619年 班禅索南扎巴 转世为一个即将对佛教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 杜古扎巴奸赞 当第四世达赖喇嘛 于公元1617年元季之后 出现了两个他的转世人选 当杜古扎巴奸赞出世的时候 天上出现了彩虹 大地也为之而震动 仿佛为这伟大人物的诞生而随喜 杜古扎巴奸赞 自小就能清楚记得自己的前世 现在你将被称为杜古扎巴奸赞 在他六岁那年 杜古扎巴奸赞被认证为 仁康贡马的其中一名转世高僧 而他的名字杜古扎巴奸赞 还是班禅喇嘛亲自为他而娶的 他能很自然地拿起法器 能运用自如 对给予他的任何经文 更是能倒背如流 他在九岁时便懂得撰写 评处和给予开示 在寺院里 杜古扎巴奸赞与阿旺洛桑加措 同样隶属折磅阿巴扎藏 也同时成为第四世班禅喇嘛 罗桑取杰奸赞的弟子 阿旺洛桑加措最终被认证为 第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更被授于坐床大典 而成了第五世达赖喇嘛 而杜古扎巴奸赞 则被认证为班禅所能扎巴的转世 杜古扎巴奸赞 于是居住在原先由班禅所能扎巴 创建的上院仁康贡马 第五世达赖喇嘛 则居住在不远处的下院仁康位马 一些人以为第五世达赖喇嘛 和杜古扎巴奸赞是对敌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经常融洽地 在他们上师班禅喇嘛的指导下 一起学习及祈愿 然而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四者 却为杜古扎巴奸赞的名气而感到忌妒 杜古扎巴奸赞酷爱禅修 也经常在西藏的多个山洞里闭关 你看 他能多天不吃不喝地专注于闭关 他的成就是多么的非凡啊 许多人到他闭关的山洞里 为他献上供养及寻求他的加持 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只想独自在这里闭关和禅修 请别告诉他们我的去向 我只想好好地完成我的闭关 他的伟大成就 令他的声誉如同野火般传开 这也使得他必须不断地 从一个山洞迁移到另一个山洞 他之所以迁移 是因为他对名誉丝毫不感兴趣 反而只希望能好好地闭关和禅修 杜古扎巴奸赞十分受人敬重 并不断地受到众人的追捧 人潮从远方四处不断地到来 只为了向他致敬 甚至连西藏的贵族 中原及蒙古的皇室 都经常扒山涉水 前往寻求杜古扎巴奸赞的 加持及开示 拜见扎巴奸赞 根本就没有把达赖喇嘛 放在眼里嘛 这成何体统呢 终有一天他会自食其果的 等着瞧吧 你们在低估些什么 没什么法王 不妙是达赖喇嘛 杜古扎巴奸赞的住所内 挤满了人潮 很好 我为他感到随喜 一天 杜古扎巴奸赞 透过神域与聂众护法 会晤谈话 什么是神域呢 神域是经过特别训练的人 作为一个中介 他能传达来自 另一种存在体的旨意 如护法神 就是透过神域 来传达讯息的 杜古扎巴奸赞 你准备好了吗 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 准备什么 什么承诺 你曾取下承诺 将化为一名非凡的护法神 持下这些米粒 你便会记起那件事 你愿化现为一名护法神 以守护宗科巴大师 所传授的龙树菩萨之中观教会吗 你能答应这么做吗 是 我答应 我会这么做 我 我记起来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在我的心事流中 根本没有丝毫的愤怒 我怎么能化现为一名愤怒的护法神呢 别担心 我会帮你 哇 这承诺巴奸赞 是多么的恶事啊 他甚至 能够牺牲自己 而成为一名护法神 吃小chos 吃小猫 吃小猫 lad 做小猫 你 借 找小猫 inflation 下 iste